各位早安 我是大晴 哎呀 我真的好久沒有拍咒術了 一轉眼又三個月 我覺得這個系列有一點 不穩定 好吧 沒關係 我什麼東西都不穩定 好的 先來小聊一下近況好了 那關於這個系列嘛 最初最初就是 決定永不結束的系列 所以我打算慢慢拍 但是我已經拍了三年 快四年了吧 差沒四轉 不好意思齁 而且最近為了忙羅札娜拓荒 放置了蠻多東西的 最近有想要把這個系列結束 然後還有 斬首還有拓荒整個結束 因為明年有一個新的蠻大的企劃 這三個系列會變得有點脫油皮 所以這個永不結束的系列嘛 因為一開始是想說我喜歡開咒術 然後四處的冒險四處的玩 可是後來發現我有了歐哥裝以後 我就更喜歡開歐哥了 然後還有七零四開放上位之後 我又更喜歡開七零四了 因為他可以跳跳跳啊 總之我這一隻最初的目的已經 變得比較沒有那麼重要了 所以這個咒術系列嘛 我會慢慢把它當成其他系列 就把它完結掉這樣 所以之後應該會加速他的練功吧 好 沒關係 那麼今天先來弄一下我的新玩具齁 這一集應該是沒有要練功啦 我的新玩具就是這個 曼妙自然之力斗篷 他非常的便宜喔 我看到的時候已經剩一點多億了 嗯一點多億 在老服的我來說是非常便宜的 但是一點多億在心服的話 根本就是天價 不管 反正這一件就是蠻尷尬的啦 這一件就是一般的魔法增傷斗篷 然後增傷是水跟地屬性的魔法攻擊 搭配的武器是普萊特斯通手杖 這算是台特嗎 應該是台灣特別版 有一些已經出LT了 所以這一件應該是遲早會出LT啦 但是普萊特斯通好像沒有在進化了 所以這一件的台特要怎麼出 就看官方怎麼去改他啦 那這一件的搭配其實是蠻爛的 因為他是搭配這把武器 然後給洞江樹跟地牛增傷嘛 所以是地跟水 可是普萊特斯通手杖的話 他是增加毀滅彗星跟洞江樹 地牛跟這把武器完全沒有關係 他也沒有增加地屬性的魔法傷害 所以如果地牛用這一把的話 他只吃得到他基礎MATK而已 就覺得很無言啊 又不知道官方當初設定這件陡風的時候 為什麼要把地牛塞進來 可是地牛本身就沒有增傷的卡片 可以去增加他的傷害 沒事 反正這件便宜嘛 就當玩具 那我們就來精煉一下這件 曼妙自然之力斗篷 目標是點到加11 應該是可以點到加11 天啊 要點到加11 斷頭好痛喔 好的 我們先前往中央齁 那這件斗篷其實也算是高價啦 反正老服的加7卷比較便宜 所以他可以用加7卷 就先直接給他加7 精煉專家 使用精煉券 曼妙自然之力斗篷 我記得我第一次精煉好像是敲那個 換你裂弓吧然後他的效果是爆掉 就像這樣 我第一次還以為我的裝備爆了 騙我 欠揍 反正這樣就加7了嘛 那麼去拿個短劍來測一下機率好了 這變成一種職業病了 我真的很不敢直接衝耶 喔對這邊稍微補充一下齁 就是我這隻有重置技能 我的避血已經把他 洗掉了 所以我再也不會用避血練功了 其實試轉後就用不到這些技能 所以 只有避血會多點 那咒術整體來說他的技能蠻吃緊的 所以我 就是在上一次 擴充開放上位的時候就把他洗掉了 所以我要把那個避血的手杖 這把感測手杖 要去賣了齁 好我們這邊拿一下短劍 就是要去敲看看他的機率啦 如果他現在的整體機率是好過的話 我可能就是 在這個紀念房敲 那這個紀念房如果不好過的話 我可能就換一個紀念房 他也不一定是準啦 就是我的一個 信仰 好 你進來就有人爆耶 夭壽 又爆 加7的 60% 你看60%爆了 那我等下 加11的才8% 欸過了一個 又爆了 60% 3爆2 你看又爆了 喔不要再中央了我要去 面面倒 你看剛剛4把短劍爆3把 60%衝得像20%一樣 這到底是機率的問題 還是我的自身的問題呢 好險我是用短劍 過一把 過兩把 我們來看40%的 40%爆很正常 爆兩個 3個 這個如果會過的話表示他的 前期機率還不錯 有啦他的 前段機率好像還不錯 那這個感覺已經累積爆很多 所以這個就有機會過 好吧我亂講了 沒關係 這裡我OK 那我們直接開那個 濃縮旅 40% 剛爆那麼多40%的 我們現在應該會加8了吧 再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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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爆了4把短劍 竟然又爆3個 40%連爆7捏 英老師 剛不過現在過 這個位置是不是 好這個位置 好這個位置 要加8了 加8了 再一個 再一個 換 氣死了 所以換個經驗房 其實有差啦 就是我常常在經驗的話 這種感覺是有差的 看一下 還不會連這邊也被污染了吧 還是我去哪裡就是污染到哪裡 第三個 過了一個 你看4爆3 60% 4個爆3個 那個機率有沒有問題啊 點看看 我感覺到了 喔我感覺到了 沒有換這個 我 我感覺到 加8了 啊我忘了開那個 告農說 剛剛輸的一次 都回來 加9了 剩1顆 我用了7個鐵柱 喔他的那個 期望值是7.5顆 那我用了7顆 可是 農旅號蠻多的啦 OKOK 那這邊還可以接受 我領一下我的鐵柱 差不多要 加10了吧 應該一次就過了啦 因為剛爆那麼多了 應該給我平衡一下 吧 身上不要放太多鐵柱啊 他等下偵測到太多 他就覺得 你很有錢 給你多爆一點沒關係 我沒有錢 他還是一直讓我 還是我沒有整樹的關係 寄一顆回去 都市傳說有沒有 我現在剩3顆了 3顆 用完就沒有了 有沒有我很窮 我快沒錢了 我這個最後一次 你再不讓我過 我就 我就再去別的角色拿 真的是蠻不賞臉的呢 我現在有兩個加9 他的成功率19% 他跟我點加10差一點點 然後我就把短鍵充 趕快 等一下 你沒有上去 我剛剛把短鍵點加10了 然後這個點不上去 好 沒關係剛剛爆了一個嘛 我現在 再累計一下失敗率 有了有了 省了3個鐵柱 上去 上上去 幾次了 走遠一點 上啊 加10 終於喔 幾顆 我沒有算勒 我剛剛拿幾顆 24顆剩9顆 所以15顆 15顆就是5次 再加前面的3次 總共衝了8次 好像有點虧內 我記一下蓋礦石 沒關係我從這裡賺回來有沒有 一個4顆 8% 一次過 兩次過 三次 我 我 我再走遠一點 他是不是越遠 成功率越高 不要影響他 上去 4次沒過 天啊 我現在重燈好了 重燈 登入馬上點 盾了一下 沒上 沒上 再一次 再一次 鐵柱很貴 你不要這樣喔 鐵柱很貴喔 來個負負得正喔 我就看著你敲 再次 9次了耶 他幾次 斯奇望子 12次 我怎麼覺得怪怪的 最後幾次 我看一下 最後 3次 魔法險物 魔力征服 給你一個地牛 站遠一點 來來來 先點這個 加持短劍 18% 很好 消失了 那我要換個位置 這裡應該可以了吧 上去 再上去 再上去 我可以用加10就好嗎 他只是多一個技能後援10而已 會衝到生氣餒 目前12次嘛 我們換一下經驗房好了 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煩餒 來啦 最後一次機會啦 沒上 每次加11我都覺得 他的機率低於他血的 很像剛剛那個短劍嘛對不對 60%應該要兩個過一個 而且他高於50%機率應該 更高 可是他就是連爆啊 60%就連爆啊 煩餒 走心了走心了走心了 8% 點到底了 生氣了 OK 過了過了 我又多點一個 我浪費4個鐵柱 浪費1500萬 好煩喔 好 沒事沒事 所以我總共點了16次 16次感覺跟 帶衝其實差不多啦 因為帶衝他會比 期望值還要再多一點點錢 因為他就是賺那個期望值錢嘛 好啦 沒關係啦 給過給過 那我們把這個卡片插上去 這張就是王室狩獵的魔法屬性套卡 好 接下來我們來洗個附魔 就是這個東西啦 自然之力 他可以附曼妙自然之力斗篷 然後我們想要附到的是 技能後延遲 我只有12顆齁 12顆洗完 不管有沒有我就 算了 暗數10% 一般魔物 等一下 一般魔物 練功用的耶 練功用的好像很好耶 我到底要不要洗掉 到底 算了 留 好 留 我就是要增傷的 OK我們到訓練場 就測試一下這個斗篷到底 查在哪裡 好的 那我剛稍微放了一下家家 就是很一般的 練功會用到的家家 就是想要測一下傷害啦 那我們 複習一下我們的 裝備 就跟前幾集一樣啦 就是打那個 伊甸園任務的裝備 背面一樣 忘了講 洞江樹三劍 加揍手 那我們要換的只有兩劍 就是頭下跟 披肩 披肩的話就是換 剛剛的曼妙自然之力 然後頭下換個 古城旁觀者 不然我的技能後延不夠 那我們直接測傷害吧 我們先把他穿回來 魔法醒悟 魔力征服 93萬 95萬 96 那麼換這個 看看傷害有沒有增加 等一下 增加太多了吧 剛剛90幾現在100多耶 所以我剛剛敲的這個真的有用 有用咩 地牛勒 地牛也很痛耶 那我這個是不是要點加10 害我有點想要去點加10 好啦今天就以敲裝為主啦 那實戰的話我們下一集再去解個175等的伊甸園任務 之後應該就跟團練功了 因為我的等級卡太久了 OK 那今天的驗血統就印到這邊 我是阿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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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見 我們下次見